作词 李宗盛 我哭泣的眼泪你无所谓 看不清你心里究竟爱谁 抹不去的回忆难以入睡 留下我独自伤悲 我哭泣的眼泪你无所谓 黑夜里我独自倾听心碎 你把我的迷茫彻底打碎 只剩我独自面对 这间寺庙在文革时期毁坏最严重 再次修建是在八十年代以后 除了一间禅房原封不动 其他禅房都已经修缮过了 天哪 这座寺院居然现在还在 你说什么 我最近在研究南北朝时期的历史 据史书上记载 在北魏时期 这里曾经是孝文帝的皇家寺院 好 我们去那边吧 这就是那间 至今仍然保持原样的尘尾 至今仍然保持原样的尘尾 说来也奇怪 历次战户 其他建筑都被焚毁过 唯独这间屋组 逃过了数十次劫难 真是搞不懂 这个冯小姐到底在做什么 我在你那住了几天呢 每天看她关起门来爬格子 你工作那么忙 她又不照顾你 妈 你不知道 她现在比我还忙呢 她的小说在网上 现在有好多粉丝 天天等着更新呢 搞不懂你喜欢她哪一点 妈 人家晓风知书达理的 我也搞不懂了 怎么就 你为什么对人家不满意啊 她跟你说我对她不满意了 她什么都没说 可是这还用说呀 你说你带着珊珊和嘉妮 在家里住了几天 那态度那么明显我都看出来了 那既然你看出来了 那我就跟你说 我觉得她就是贪图你的钱 她怎么贪图我的钱了 她吃的喝的用的 什么都是你花钱买的 这种女人你一定要提防 千万不要让她管你的钱 那你说 她怎么样才算不贪图我的钱 我吃香的喝辣的 我让人家吃不起饭 把界限画分明 这就是高尚的爱情了 爱情就是骗吃骗喝的手段 妈 上回我们去参加婚礼 那教堂里的牧师不都说了吗 伴侣之间要分享一切 那是妻子的权利 可她不是你妻子 在我的心目中 小枫就是我的妻子 她现在如果同意 我马上就和她结婚 臭小子 一个叶波气我也就够了 你为了外媒那个女人 你也来气我 我不是气您 我是觉得呀 我自己的事情 应该由我自己来决定 真是搞不懂你 人家佳妮那么好的女孩 对你又一心一意 家世好 人品好 又懂事 个性又温柔 你干吗就不喜欢 就偏偏喜欢那 干吗喜欢那个女人呢 是 佳妮是个好女孩子 可是在我心里 我一直把她当妹妹啊 小枫就不一样了 妈 你知道吗 我第一次见小枫的时候啊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特别特别地喜欢她 这以后啊 我再也不会像 喜欢小枫一样 喜欢别的女孩子了 所以妈 理解理解我 好不好 我还真是难理解你 我知道 你受的是杨教育 你的思维 跟杨鬼子一模一样 可是人家杨鬼子 也讲究门当户队啊 要不然哪儿来的 探探尼克号那种片子 妈 妈 我跟你呀 真说不明白 您先喝着 我先走了 叶佳 叶佳 好 你跟我说不明白 你就跟你爸说明白去 真是气死我了 养个儿子有什么用啊 来 吃一个 来位上汁 大哥 你说我取芬妮这件事 怎么比上新的家还难呢 现在才来啊 现在不都是说男女平等 婚姻自由了吗 自由 自由 自由个屁啊 也不知道哪个叶家的老祖宗 定的什么狗屁规矩 不让娶什么娱乐圈的女人 这都什么年代了 还包本婚姻呢 我看 你父亲也不是不通情理的人 你去再跟他说说 说 我们家现在为了这件事 都快炸开锅了 老爷子现在恨不得 把我砍了去喂狗 原来文帝官民 从古至今都没有变 芬妮已经为了我 推了好几部戏了 作为叶家四少 这辈子只有别人欠我呢 只有芬妮 你 我特对不起你 我正准备吸引 然后 重新塑造新形象 这样能和你在一起 什么样的日子我都能过 来 吃一口 对了 大哥 这是你的 一百万 一百万 你为什么要给我一百万 无功不受禄 看把咱大哥给吓的 这是你上回 投资股票赚的 原来炒股这么赚钱呢 我只给了你十万 能变成一百万 大哥 这全地球人都知道 炒股票最赚钱了 连那菜市场的大爷大妈 都炒股票 何况 咱们还有内幕消息吧 不信啊 我的股票啊 现在就跟那崩爆米花似的 崩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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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崩 原来炒股真的这么赚钱 不好意思啊 喂 好啊 那你就来咖啡馆吧 就我们上次见面的那个 好啊 我哥 干吗 奇怪了 他居然关心起我的事来了 怎么了 肯定是我妈 让她来打探我的消息的 你说我爸明天这就回来的 叶波一直不回家 我妈都急死了 你爸是不是跟皇帝似的 很霸道 反复无常 我觉得没有啊 我从小就不靠家里 只是我大哥和叶波比较怕我爸 这叶波的事情 我爸回来之前 就暴跳如雷了 说不定叶波真的很喜欢芬妮呢 关键现在不是他喜欢不喜欢的问题 而是我爸 你知道吗 在我爸心里啊 根本就不可能让叶波 找一个影视圈的人 他总觉得 这样太给他丢脸了 反正我爸决定的事啊 没有人能够改变的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 你一会儿跟叶波凯好好说 总有解决的办法的 行吧 我哥这个人 表面上一个正人君子 可是背地里 叫人家老婆 是 行了行了 别生气了 再怎么说 他也是你哥呀 是 比起我那两个哥 我和他还虽有感情 你 用啊 用啊 你们来了 真巧啊 我们竟然会 在这种地方见面 请坐 真巧啊 喝点什么 坐吧 坐 大嫂啊 大嫂啊 好久不见了 叶博士 不好意思啊 劳您大家 来见我 叶博 不要说气话了 回家吧 回家 我怎么回家啊 回去吧 听话 有什么话 咱们出去说 叶博 好好说 去吧 你说 老爷子是不是从来没有把我放在心上呢 竟然在媒体面前说 要把我驱逐出叶家 你看看现在的新闻 满世界都是 叶博 我觉得你应该冷静冷静 跟爸缓和一下关系 冷静 我冷静不了 好 是 你是不得了 叶博士 大家人人都要敬你三分 可我呢 我不是 要是放下叶家少爷这个身份 我是什么呀 可你毕竟还是爸的儿子呀 他会把你怎么样 是啊是啊 我谢谢你还知道我是叶家的儿子 从小到大 老爷子每次见到我 都帮我骂个狗血喷头 你呢 他骂过你一个字吗 那是因为我从来没有指望过他的钱 也不 在这个世界上 只要你不指望着别人吃饭 谁也不会在背后对你指手画脚的 你以为我不想 如果有一天我报复了 一夜报复那只是个神话 你应该静一下 你应该对你自己的人生做主 我做主 做什么主 我连自己的婚姻我都做不了主 你能的 只要你够独立 你一定能 我不跟你争 叶家 你现在别站着说话不腰头 老爷子对付完我就过来对付你 你以为你能带一个门不当户不对的女人 进咱们叶家的门吗 等着瞧 我娶谁那是我自己的事情 服务员 点点喝的 好嘞 请慢用 春姐 是我 好嘞 李华 什么事 没想到也是去参加超级帅哥比赛了 你都看到了 电视上 你挺帅的 什么叫电视上帅 我本人更帅 给个梯子你就往上爬 不就多了几个小粉丝吗 我记住了 转什么转啊 你说 我还不知道你几斤几两啊 我明白了 什么叫多几个粉丝 好的 多了成千上万的粉丝好不好 没想到 我失去了一根草 获得了整片森林 真划算 这样说来 看来你身边有许多的小女孩 围着你转啊 不管怎么样 我都衷心地祝福你 谢谢你 你们聊吧 我去找叶佳了 你的话说完了吗 你现在就可以回家 去跟他们通通报信了 你这个奸细 叶伯 我只是替爸妈传个话而已 该说的我都说完了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小枫 我们走吧 嗯 我还没看完呢 叶佳都来找过你了 你不回去啊 他来找我我就要回去啊 你爸爸要回来 你妈妈天天盼着你回去 你在我这儿待着也就不说了 你电话也不接 这不是分明告诉他们 我芬妮真的只是一个戏子 就这么不懂事 我回不回去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你离家出走陪着我 我真的特别感动 但是你也不想想你这么做 不就是告诉他们 这是我怂恿的 我挑拨的 不是 这事谁会在乎啊 谁在乎 除了你 所有人 可 叶伯 回家吧 乖 我不 我不 回去 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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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同一款? 有好多件呢 小枫 我对生活 对穿戴 一点都不同 所以呢 只能用这种最简单的方法 来解决所有的问题 那你为什么给我买不同款式的衣服呢 因为 因为我每次见你的时候 都看你穿不一样的衣服 所以我就想 你肯定不像我一样 喜欢一直穿同样的衣服 还有 你为什么总带我去同一个饭店吃饭 我只认识那么一家 呆瓜 你是呆瓜吗 你上辈子肯定是家业 千真万确的家业 小枫 你是不是觉得我像傻瓜一样 才不是呢 你是个可爱的呆瓜 走吧 走吧 请 小枫 我们晚上见 拜拜 拜拜 这花怎么这么难看 真是难登大雅之堂 伯母 您怎么来了 我儿子家我不能来呀 伯母 您想喝点什么我去拿 不用客气了 我来时要告诉你一件事 叶家父亲六十大寿 宴会要穿的礼服 我已经替叶家定做好了 到时候让佳妮送过来 就这事啊 您可以打个电话 不用专程来的 这是我儿子家 我高兴什么时候来 就什么时候来 伯母 我还有工作要做 您请便 站住 还有一件事 叶家的父亲 绝对不会同意他娶你 要是他真娶了你 那他就会失去 他该有的那一份家产 我并没有想要 大富大贵的生活 我只想跟叶家在一起 这就是我理想的生活 可对叶家来说 这是生活品质严重退步 难道你没想过吗 这是对叶家的地位 没跟教养的糟蹋 我只想跟叶家在一起 我从来没有想过 要嫁入叶家 你也太天真了 叶家是我儿子 终归血浓于水 难不成你想叫他 彻底脱离我们 你做梦啊 这笔钱够你养老的了 那笔钱的 风鸥 虎牙是变不成凤凰的 花很多男人的钱 是生存 花一个男人的钱 才是生活 为了一次爱你的机会 我愿意再等你 一千年 我来的时候你不在 我在的时候你没来 我怕你忘了回来 不记得我在 你就像天边的云彩 我无法将你拥入怀 陪你看的那片海 已不负存在 缘分纠缠今生 却没留下任何可能 在前世差劫难过真心的人 回忆还站着 我们 原定今生 情分确定在我前生 用痴心等待和你在走迷程 也不负我的占 Zither Har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